我們每天吃的雞肉還有蔬菜看起來是平平無奇的吧 但其實背後可是大有學問的喔 像是超商還有國內的雞肉大廠呢 日前就合作首度公開他們的生產線 原副武裝俐落切割檢查動作沒停過 去年超市銷售第一的雞腿牌 大賣三百萬盒 高度跌起來有一千兩百座101 實在有夠驚人 而處理雞肉程序也很嚴謹 像鮮嫩雞胸 透過嫩化技術幫雞肉按摩 軟化肉質 原道切割過後的文昌雞 就會送到這裡來人工細切以及包裝 也為了保持產品的新鮮度 整個上區長年維持在十到十二度的低溫 切割步驟也要快很準 工廠也導入高科技AI 農業系統 自動偵測機制完整度和重量 產線也以機器取代人工 只有精細切割才交給人力 產量效率大增百分之五十 把一塊塊浮在水面上的白色板子排整齊 仔細看上面種的都是蠟具 運用科技和AI的不只肌肉工廠 還有水跟蔬菜農場 佔地一千八百坪的溫室 靠的就是這一台自動化機器 可以看到儀表板上不管是風扇還是外網 都已經設定好條件 只要標準一到達就會自動開啟 運用自動化設備和AI系統 注意生長水池中的養分和溫室狀況 就連播種都交給機器 對比人工一片板子要花十分鐘 集體播種只要三十秒 省下大把時間 整個溫室管理目前已經進入 都是電腦化跟程式化的管理 設來打孔 它的深淺或寬度 可以依據植物的不同的種類 來做調整 那像剛剛你們大家所看到的 我們可以達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農場主人是被稱為博士的周慶安 整個園區他自己設計 更採用生水式種水跟蔬菜 生長期比土耕蔬菜所短一半 產能更是土耕的十倍之多 同樣地域的面積還有十倍的產能 但是它的用水量只有一般耕種的十分之一 所以整個這個生產率是相當高的 農業運用AI科技增加產能 減少人力還能精細操作 發展更多可能性 記者葉宣傑 吳振宇綜合報導